好朋友们上午好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核差核背的基础片 提高片拓展片 对吧 那上一节课也讲了差背问题的基础片了 那到这一个 这节课我们讲这个差背问题提高片 下一个还有一个拓展片 好吧 像这个核差核背 差背 这个是闭口的 所以呢 也比较重要 很多孩子啊 学这一块呢 一直没学好 所以分三段式的三个梯度来学 把这个东西彻底学好 好吗 回归一下 上几个这个差背问题 咱们这个基础片里是不是讲了这个差背问题的公式怎么来的 是吧 这两个公式呢 不要死尽背 你要知道啊 公式怎么来的 你理解理解了这个东西了 你用的时候呢 你也能运用的很自如啊 一定要知道知识的由来 并且很多题题目你用这个公式做不了 所以我们会教大家一种方法能把这一类题都做掉啊 竖形结合 是吧 啊 要有转化意识 因为很多题呀 不可能直接告诉你梁树之叉 告诉你背乳 你要转化成能用到这个公式的是吧 然后我们做题的时候呢 也不是在刻意用这个公式 我们都是用图去分析出来的 划线的图是吧 再次强调啊 树形结合 高牙一点就叫树形结合啊 普通说法就是划线的图嘛 是吧 一个个来啊 同学们 好 这个踢剑子比赛啊 小军跟这个小钢多踢比小钢多踢了40个小军踢的比小钢的三倍少八个求他们个多少个是吧 这个踢的话用这个踢啊这个踢写错了啊但是呢不影响啊小军踢的比小钢三倍少八个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想了这个时候大家想了三倍少八个啊三倍少八个这个呢又是说多踢了40个都是多的是不是啊 三倍少八个也说明小钢踢的比小钢的多呀啊 比小钢多小军比小钢多那一个个来哪个那反正我们知道小钢少是吧小钢少好小钢的少 小钢踢的少反正比如说小钢踢这么多哎好画的是哪个小军啊有两种画法是不是啊两种画法第一个说小军是比小钢多踢了40个 还有一个小钢踢的比小钢的三倍少八个三倍他少八个我们先画点这个好画点是吧 一个一倍的他两倍三倍啊他少了八个怎么画呢这个时候大家用虚线啊三倍的他少八个 比如说这就是八个啊这就是八写一个八呢打个括号再注意画图细节 然后人家又说了啊小军比小钢多踢了40个小军这么多呀小钢这么多 这么多比这么多多了二个他说是40个那意思是这个就是40的 那这个就是40个 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说你像体呀你画到这个程度了体已经做出来了 为什么呢你看啊这个40和这个八是已值的这两个数字 这俩是未知的咱不知道 咱不知道多少是吧 你不可能从这画案图从这入手是找不到突破口 那这个是40这个是吧他俩一加就是48 40加8得到48 大家看一下48是哪些东西 是不是一倍的小钢再加一倍的小钢 是不是这个意思 打个钢 再打个钢 那这个48就相当于一倍两倍的小钢 那小钢用40加8除以2不就得到小钢了吗 对不对 所以小钢出来了 所以这画图这么重要 是不是啊 用40加8 扩起来除以2 两倍的小钢 但是题目里你看这是8这是3这是40 没有哪个得提到2了 很多家长说很多家长和同学啊问说啊 那这个2怎么办呢 对不对 两倍的小钢就等于三倍的小钢 减掉这一倍 用三减一代替这个2 三倍的小钢减掉这一倍的小钢得到两倍的小钢 对不对 所以得到24个 所以小钢就24个是吧 那小君呢就简单了呀 小君简单呀啊小钢是多少24小君比24多踢40个那就用40来加上这个24就完了呗 64个 你或者说小君是他的3倍少8个3乘以24减8也能得到64都可以是吧 这个简单一点啊40加24就行了 或者说3倍少8个24带进的3倍24乘以3减8也可以是吧 像这道题呢大家注意分析你很多同学不喜欢画图的喜欢在脑脑袋里想啊 不画图就脑袋里补 你补你咋你脑袋里补哪能补得出来呢 除非你在脑袋里能想出来这一幅图 是不是啊 啊 但是呢你就算想出来就也容易出错 你还不是画出来能看到多好呢 何必要想呢 你能想呢 你有这个想法了 那你何必你为啥不画出来 对不对 你能画能想出来你肯定能画出来 所以画出来呢 啊 能自己控制在上面还能画画啊 标注啊等等分析也快 效率也高 结果也准 是不是啊 何而不为 好 看第二道题啊 第二道题 他说这个甲乙两桶水 给甲桶水倒入八千克后甲乙一样多 甲不变 给乙倒入四桶四千克之后啊 乙是甲的三倍 这道题分析一下是吧 倍数我们肯定是知道了 哎 倍数知道了 然后呢 那这道题是何倍还是差倍呢 看前面 给甲倒入八千克后甲乙一样多 那就意思是乙啊 比这个甲是不是多了这八千克啊 很明显两者存在差值关系 不存在何的关系了 差倍问题 对吧 我们知道是差倍问题了 这道题呢 竖形结合 公式也解决不了呀 你这公式能干嘛呢 这公式只能解决最简单的 对不对 所以我一般都不用这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这个 那很多同学需要这个啊 基础片里就讲了一下这个公式的由来 好吧 再看这道题 正常你做题 你都用不到这玩意 是不是 都用不到 柿子呢 都是你通过图自己分析出来 是吧 好 一个个来 甲倒入八千克后 甲一样多 那甲肯定少 甲少 甲画上边 把少的呢 画一段 这就是甲 行了吧 乙呢 乙不知道多少 反正乙比它多点 乙比它多点 是吧 然后人家说的是甲倒入八千克后 甲一样多啊 甲倒八千克 一点点来呗 假设的虚线打好啊 标齐 很多同学这个齿画这边来 这个齿画这边来 对的不齐 又不打虚线 你到时你怎么就知道它跟它相等呢 对不对 所以标好啊 括号打起来顺手的事 一秒钟搞定 这个时候它是八千克的 甲倒八千克跟乙一样重 好 甲不变啊 甲不变 给乙倒入四千克后 乙是甲的三倍 也就是说在乙的技术上再倒四千克进来 倒四千克 好 比如到这来了 然后呢 意思是这个呀 是不是啊 这个呢 是四千克 这是四千克 好不好 这是四千克 然后这个时候的乙呢 是假的 多少倍 他们呢 三倍啊 那怎么表示 看一般同学怎么表示这个三倍 一会儿我们看一下绘画图的顶尖的雪霸 怎么表示这三倍 好 一般同学啊 三倍啊 一倍的 一倍 两倍 三倍 一般同学是这样表示的是吧 顶尖的绘画图的 你要这样表示这个三倍 你这样看不出 看不清楚 一二三 对不对 有的长有的短 看不出来 把甲呢 画个三角形 表示这是甲 对吧 一怎么是它的三倍 一倍的 两倍的 这个稍微长点 画的有点长 但是没关系 能做 一二三 三倍的奖 三倍的奖 对不对 那比如乙是三倍的奖 表示出来了 然后再看 然后再看 人家说了啊 甲加上八之后等于乙 乙再加上四之后乙是甲的 一二三三倍 就给这两条件 让你求加乙 所以你的图画的这个程度 其实就做出来 你看这个是八 这个是四 你肯定从他这俩做文章呀 好 你这个是八 那这个就是八了 这个是八 这个是四 那这个八加这个四啊 就等于十二了 这个十二 再看包含哪些东西 十二包含了一个三角 两个三角 是不是感谢刚才 这两个三角和这个括号 这样让你一目了然 知道了 这个十二就是一二 两倍的这个甲 十二就是两倍的甲 那十二来除以二 就得到甲 分析出来的 对不对 那是在 那用八加四 八加上四 扩起来 等于谁 等于一二 两倍的甲 咱们来除以二 是不是得到甲 但是呢 这个二你别直接用啊 题目里头 八四三 没有提到二 每次都这样的 是吧 这个二呢 两倍的甲呢 是通过三倍的这个甲 三倍 三倍的这个甲呀 减去了一倍的这个甲 得到两倍的甲 所以用三减一 六千克 啊 甲就是六千克 对不对 然后呢 人家说了 甲倒入八千克后 甲乙一样多 那也就是说六千克的基础上 倒入八千克呀 得到十四千克 这个就是乙了 是吧 然后达呀 甲乙各多少 所以画图的分析有多么重要 画图的基本功有多么重要 画图跟不画图 是一个分水力 画图跟绘画图呢 又是一个分水力 你想做顶尖的学霸 是不是 提高数学成绩 彻底提高起来 你这个画图能力肯定得有 画图能力得有 这样你便于你 你画完图了之后呢 你自己分析起来也快 你的画图的时候 你越省事呢 你后边分析起来越慢 你甚至做不出来 对不对 你越省事 所以你画图的时候呢 你时间画的多了 或者说画图的时候严谨了 每一笔每画都画到位了 你分析起来就快 所以先苦后甜 是这个道理 是吧 你在这省事 你分析分析不出来 分得不到有啥用的 你在画图的时候图快 没用 是不是 这个第一题第二题 是吧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也不是说那么简单了 是吧 平常考试能考到这个这样 算了 大家都能做出来 就肯定没问题了 你平常考试都没这么难的 其实啊 好 那看第三道题了 看第三道题 他说的是这个呃 被除数比这个除数啊 大98的 伤似于二 求除数被除 你看这道题 他把这道题啊 他伪装成了带鱼数的除法 然后呢 感觉很高大上 其实我们来戳破他 看我们怎么戳破他啊 指老五怎么戳破呢 大多少 就是两者之差了 是不是 他比他大这么多 就是两者之差知道的 伤多少呢 就是两者的倍数知道的 你你两个数相处有伤 那是不是有存在倍数关系 那两者呀 存在倍数关系了 又存在差值关系了 是不是今天讲的差倍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差倍问题 对不对 他可以把这个题什么 爸爸的年龄 除以女儿的年龄啊 爸爸年龄比女儿年龄大98啊 爸爸年龄除以女儿年龄 上四月二的 假以 萝卜青菜 苹果橘子 随便改的题 能改的天气天花烂坠的 但是核心的东西 我们知道是差倍问题就行了 差倍问题有什么方法 他们 差倍问题用公式吗 不是的 对吧 差倍问题用这种方法啊 那大家看一下啊 一个来耶 那小的那个画上边 小的很明显 除数 除数画上面 好吧 比如说这个是除数 好 除数呢 就这一对吧 那倍除数多少呢 倍除数是四倍的除数啊 四倍除数多少的 当然大家有傲数基础的 能一步到位 倍除数就是除数的四倍多少 如果咱没学过傲数之前 是吧 或者说基础能力一般的啊 咱们一下得不到的 我给大家推倒一下啊 倍除数 倍除数是他的四倍多二的 如果不知道 我给他推一下啊 推一下 四倍多二怎么来的 你想啊 这个倍除数除以除数 啊 倍除数数 除以除数 伤是四 余数是二 伤是四余数 伤是四余数 再加上二的呀 所以说就等于四乘以除数 再加上这个二 能理解了吧 所以说倍除数就是他俩相乘 再加上他 那倍除数就等于四乘以除数加二的 写在这儿 每次大家再多来一步 多来一步 大家还是看不出来 那倍除数 等于 当然这是打操稿 这是打操稿 是吧 对不对 你看这道题 我说了举一反三 怎么举一反三 爸爸年龄是女儿年龄的四倍多二 香蕉是橘子的四倍多二 苹果是梨的四倍多二 甲是乙的四倍多二 对吧 改变成各种各样的题 但是核心的东西就是倍差倍问题 差倍问题 什么方法 竖型结合 竖型结合 那倍除数是四倍的除数多二了 它是它的四倍多二 四倍多二 画一下呗 一倍 两倍 三倍 四倍多二 写个二 打框 蛮事 对不对 再看不出来 打勾 四倍它多二 那 人家还有个条件没用 倍除数比除数大98 那倍除数比这个除数啊 大了98 大哪儿去来 大这儿来了 那意思是这个就是98了 对不对 它说了倍除数比除数大多少 就大到这儿来了 那这个比它大多少不就是这个吗 那这个呢 就是98 那98再看看98包含哪些东西 98包含了一二三三个打勾的位置的 加上一个已值的这个二 三个位置的加一个已值的得到一个已值的 这个已值的把这个已值的剪掉 是不是得到三个未知的三倍的除数 是不是很好分析 所以用98呢 98 对不对 咱们把这个刘海剪掉 扩起来 剩下的部分 是不是这一段三倍的除数 一二三三倍的除数 咱们来除以三 是不是就得到除数了 所以啊 除数就轻轻松松的 这道题它伪装成带鱼数的除法 其实啊 就是个差倍问题 那三倍的除数 除以三 三怎么代替呢 三 你不能直接用三呀 写到这来啊 写了一会儿几 这个三呢 是四倍的除数啊 减去一倍的 四倍减一倍得到三倍 是吧 四倍的除数减去一倍 用四减一代替三 所以96除以三的话 就等于32 对不对 所以啊 除数就32 除数是32 那倍除数就知道了呀 倍除数是比除数啊 大98的 那就用32 你这是32呀 那这就32 比32再大98 不就是倍除数吗 32加98 130 对不对 出来 或者说倍除数数是除数的4倍多2 4倍的他多一个2也可以的 32乘以4 再加2 4倍多2 啊 这回学完之后 你以后再碰到正题 一步到位 倍除数是等于多少倍的除数呢 4倍多2 还需要再打操稿吗 不需要 对不对 操稿都不需要了 一步到位 指老虎直接被撕开了 是吧 所以这题不难的啊 就是说你没学过 你可能一下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你觉得很难 你只要学过了啊 套路方法你都接触过了 是吧 你肯定不难了 所以啊 一直强调竖心结合的方法 竖心结合的思维 在解决这一类题的时候啊 非常关键 非常关键啊 那看第四道题了 看第四道题 爸爸今年五十 小明今年四十四岁 几年之后啊 爸爸年龄是小明的三倍 像这道题看似是个年龄问题 我说年龄问题 其实就是核差核倍差倍 年龄问题就是综合 核差核倍差倍这一类问题 你看啊 今年啊 今年知道了 他俩年龄知道了 那几年之后 爸爸年龄是小明的三倍呢 看到倍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分析 那这个问题是核倍 还是差倍呢 同学们 是核倍还是差倍 如果是核倍的话 你想想 那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知道几年之后 爸爸年龄是小明三倍的时候的 两个人的年龄核 那就才是核倍 但是几年之后不知道 那一今年的年龄核 五十加十四是知道的 六十四 今年年龄核知道 几年之后是不知道 那几年之后的这个年龄核啊 咱们是不知道的 对不对 所以不可能是核倍 尤其就是差倍 但是年龄核我们不知道 年龄差我们总能知道吧 年龄差是不变的 他们 五十减十四是今年的年龄差 五十减十四 对不对 今年的年龄差 五十减十四知道了 那几年之后的年龄差 是不是还是五十减十四 那几年之后的年龄差啊 也知道了 几年之后的年龄的倍数 也知道了 是不是最简单的差倍问题了 所以说 画完画图就完了 爸爸年龄是小明的三倍 几年之后 对不对 小明 当一对 爸爸是他三倍 一倍 两倍 三倍 完事 然后人家说 这个几年之后 咱们就写一个 几年之后写这 好吗 然后人家说呀 他说他三倍 标好了呀 三倍 那 爸爸年龄减去小明年龄 你等于多少 是不是等于这一对 刚才说年龄差呢 是知道的 五十减十四 等于三十六岁 所以年龄差呢 是三十六年龄差体现到哪的呀 爸爸年龄减去小明年龄 是不是得到年龄差 年龄 这个就是年龄差 这个就是年龄差的 年龄差呀是三十六 那三十六包含了一段两段两倍的小明 两倍的小明是三十六 三十六除以二 是不是小明就知道了 所以小明就知道了 用多少 五十减十四 这是年龄差 是两者之差的 这么多的 咱们来除以二 是不是得小明 两倍的小明怎么来 三倍的小明减掉一倍的小明 三倍的减这一倍得两倍 是不是 等多少 十八岁 好 一开始咱们是多少岁 十四岁 十四岁突然变成十八岁 你说是几年后 是不是十八减去十四得到四年后 是不是 所以用十八呀 减去十四得到四年 然后答 是吧 经过了四年 四年后 爸爸年龄是小明的三倍 好 这个差倍问题再给大家讲完了 基础 这个提高片讲完了 回归一下 总结一下 是吧 这一个讲哪些东西 讲哪些东西 其实呢 已经很干货了 讲得非常清晰 是吧 你想这个差倍问题提高片 你想差倍问题提高片 那肯定要比基础片难一点 那我们肯定不会讲公式这些基础东西了 那肯定要讲转化意识 就是说哎 这些题告诉你都不是说赤裸裸的告诉你这个又告诉你这个让你偷公式的都是需要你画图去分析去转化 你看看这些柿子核心的这些柿子是不是长的都像和这个差倍问题的公式 看到没 是不是长的都像 长的都像 长的都像 但是啊 这两数差是一个数字 人家这就不是一个数字的事了 是俩数字 俩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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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要转化 是不是体现了转化 所以说你要把两者之差转化一下之后再用这个再用这个这个呢也不是说咱们套他这个公式了咱们是自己用图呢用图分析出来的用图分析出来用图分析出来所以这个分析能力是咱们要把握的核心 公式呢就是个工具最简单的题当然你可以是可以直接用公式它是一个工具你只能解决最简单的题是吧你想学好这个东西那你肯定要学好他他能解决你的公式他能推到你公式他还能解决你这些公式解决不了的一类这些题是吧好这个下节课呢我们再讲这个差倍问题的拓展篇好不好 好朋友们啊下节课讲差倍问题拓展篇嗯好如果同学们和家长们觉得要是课讲的还不错对大家有帮助的话大家可以帮忙分享给更多的同学和朋友啊大家一起共同提高共同进步啊谢谢大家